大家好,欢迎收看由麦子学院为您提供的ATML5加CSS3轻松入门与实战视频教程 这节课我们来学习Level元素 Level元素呢,是一个可以用作于页面导航的一个链接组 那么在这个导航链接组里面呢,它有很多的链接 点击我们每个链接可以链接到我们的其他页面 或者说我们当前页面的另外一个部分 并不是我们所有的链接组都要被放进Level元素里面 因为我们只需要教我们主要的,基本的 或者说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放进我们的Level元素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们页角,就是我们底部 如果有一个版权声明或者说占点帮助之类的信息 那么我们就不可以使用Level 不是不可以是 那么我们就不建议使用Level元素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使用Fold元素是最合适的 一个链接中我们可以拥有多个Level元素 作为我们整体或者说不同部分的一个导航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新建一个案例 我们新建一个文档Level元素 首先我们给它一个标题 H1 Level的使用方法 然后我们在里面给它添加一个Level元素 在Level元素呢,我们添加一个Ul元素 在Ul里面嵌套一个列 列里面呢,有一个链接 EH2 链接到哪里呢? 比如说我们链接到我们的Level元素这个页面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命名为首页 然后我们可以再新建一个Level 新建一个Level元素 然后一个Ul 那么这个呢,我们可以把指导我们上级课的Assad元素 那么我们给它加一个Assad 然后我们还可以再新建一个 比如说之前的Sexy元素 这样呢,我们就完成了一个Level的这个创建 我们来预览一下 这个呢,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Level 我们如何实现多层圈套呢 我们可以这样在下面给它新建一个独立的区块 独立的区块的话,我们用Arcting Arcting里面呢,我们给它添加一个 添加一个头部分,Header Header里面呢,牵它一个H2 H2里面呢,我们给它写入一个叫做Level吧 Level-1 然后Level-1呢,我们里面再给它嵌入这个Level的这个标记 Level元素 我们再给它嵌入Level元素 我们再给它嵌入Level元素 Level元素呢,给它嵌加一个力嵌到一个 Header等于,比如说这个 我们再给它嵌入Level元素 我们再给它嵌入Level元素 我们再给它嵌入了 那么这就实现了一层的这个嵌套 那么我们可以再给它复制一下 那么这样就实现了多层 我们来结合一下 那么第一个 第一个Level 是这个,这个区域 那么 第一个Level是这个区域 就是这里 Level 然后下面我们又嵌套了一个Level-1的这个 这个链接部分 然后另外一个Level-1的链接部分 那么这是这个的多层嵌套 我们刚才所说的 如果在底部有一些版权信息的话 那么我们就最好把它加到这个Forter里面 而不是用我们的Level来进行使用 这个叫做版权信息 再加一个 这个 这是这个Forter部分呢 我们现在来刷新看一下 Forter部分 这个就需要这样的形式 而不是用我们的Level 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的这个Level的这个使用方法 一呢,我们可以用于传统的这个导航条 比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腾讯 我们以腾讯新闻的这个来结合讲解 打开腾讯的这个新闻中心 然后它上面的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传统导航条 它有,它点击它可以跳转到它下面的这个纸目录 纸栏目里面去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就可以分为侧边能导航 因为我们点击它之后 它可以进入到一个另外的一个文章里面去 那么至于内页的这个导航呢 内页的导航的话 我们看一下 它这里没有没有内页导航 内页导航 然后我们看这个百科百度百科 因为百度百科上面 这个使用的非常好 这是一个这个 比如说我们点击这里的这个 点一下它就跳转到这个下 这个页面下面的内容 对应的内容去了 这里就是它的这个内页的这个链接 还有翻页操作 我们看一下这个 没有下一页 就是有下一页的 那么它就可以用Levy元素进行签套 除此之外呢 Levy元素也可以用于你觉得它重要的一个 基本的导航链接组织中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 关于Levy的四种使用场合 本节课我们就到这里